前期节目曝光了我的一些往事 在创业之前我做过大概一年的美股交易员 很多人就对这个挺有兴趣 其实这个职业听起来好像挺神秘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他能不能赚钱 另外就这个职业现在也还有嘛 他还值不值得咱们再去做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曾经作为一个美股交易员的职业生涯 游戏的灵魂聊科技人文 我是李自然 今天和大家聊一下 作为一个美股交易员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个故事发生了大概十年前了 当时我有个好朋友 他就是一个美股交易员 而且是业绩非常出色的一种 要知道在投资金融这些行业 是非常看重个人能力的 就你能力好了 有着业绩 往往就可以自己的门户了 包括我们李自然说前面经常聊到一些 风险投资 VCFA这些行业 都是一样的 就很多投资人投出几个牛逼单里了 就可以出来组自己的基金了 成立自己的投资机构了 因为这些好案子是你自己投出来的嘛 那就会有很多的金主 相信你是一个有能力投资的人 他们就愿意把钱放在你这里 让你帮他们进行投资了 我那个朋友 因为他自己的业绩非常出色 当然他是做美股这一块的 他就不想在之前的公司里了 因为他在之前的公司里面 他上面还有老板 还有合伙人 都要抽出来成的 他自己出来单干的 就反而是能赚得更多的 然后他就来找我 说自己想开一个美股交易的公司 就是开一个做美股交易的公司 问我有没有兴趣合伙 咱们一起搞 本来是想让我做管理这块东西 然后他主要来做技术 做业务 我对搞这么一个屌公司 是没什么兴趣的 因为这种公司就明显搞不大 这个逻辑就我前面都摆明了 因为牛逼的教育员 总是可以自己出去自己的文护 而且另外还有些傻逼的教育员 就是他们在公司 学会一些公司研究出来的交易策略 然后也出去自己单干 但为什么说这些是傻逼呢 就因为他们不是真的牛逼 这个真正牛逼的人 是可以为自己创造合适的交易策略 去创造新的交易策略出来的 这些傻逼的人呢 只是学会一套现成的策略 一些套路吧 就当这个市场中啊 这个策略过时是非常快的 这些傻逼的人呢 学会了一些套路 过了时间这个套路不能用了 他们就不能赚钱了 就变得非常傻逼了 那总之呢 就是搞这么一家公司啊 没什么意思 牛逼的人 傻逼的人都可能 出去自己单干 但是我又一想呢 自己当交易员做交易 这个感觉好像挺有意思 因为听起来挺酷的 每天半夜起来操这个盘 而且呢我是一个兴趣 特别广泛的一个人 认为人生就应该多干点 这个有意思的 不管是人也好 事也好吧 再加上当时就是年少轻狂嘛 就认为自己干啥都能牛逼 我就给朋友说 哎可以啊 咱们可以干这个事 但呢我也要这个操盘 我也要做交易 我要参与进来 于是呢我们就开始干了 我们当时是做这个daytrader 就是日交易 做这个超短线 就是当日平仓那种 后来呢也可以做一些短线的 首先我就说一下 这个入行是什么样的 就怎么来入行 这个行业 首先他进入的门槛并不高 这个行业有很多 做这个美股交易的公司的 那有一些逼格比较高的公司呢 他就会要求 你是好需要毕业的 而且要有金融相关的 这个专业 这个毕业的才可以 对吧 但也有一些公司呢 是完全不看重学历的 就是大专业上 随着什么专业都行 事实上呢我也觉得 就能不能做好啊 确实和这个学历 关系是不大的 这些想进入行业的人呢 就会先找到这些 做美股交易的公司 参加面试嘛 当然有些公司也会 这个要求做一些 比试的测试题 但其实主要就是看性格 就是他会选择那些 比较理性的 冷静的这些人 对吧 这个心理承受压力 抗压能力强的人 性格比较坚韧的 就那些被市场毒打之后 心态还能不爆炸的人 对吧 在专业技能法是次要的 因为你之前学什么专业 和这个关系都不大 对吧 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反应要快 就因为美股这个 预教应 怕是那种交易很频繁的 就往往就要抢机会了 如果是这个手速 是老年人手速 那肯定是不行的 在通过这个面试筛选之后 就可以入职了 但这个行业 这个入职往往是没有底薪的 整个行业都是没有底薪的 非常的从与法则 就你能获得的收入多少 它完全是看 你能在这个市场上赚多少钱 这是一个 只有提成没有底薪的一个行业 如果你是一个 不赚钱的交易员的话 你别说还想拿底薪呢 估计你很快就要走人了 对吧 所以说虽然通过面试 这个门卡其实并不高 但其实淘汰率非常高 就最终能稳定赚钱的交易员 100个里面 也就出一两个人 其实非常残酷的一个行业 但这也是这个行业 它非常性感的地方 就是你的每一单 都是自己赚的钱 它是有一种即时反馈的 就像打游戏一样 这种即时反馈是很爽的 这种感觉 就你做完一单 是赚是亏 你马上就能知道 这个金额就写在那个屏幕上面 所以说做盘这个事呢 还是挺容易上你的 而且呢 这个事呢 它性感之处就在于 它特别的公平 它就是看水平 你说别的都没用 理论水平高低 没有什么用 情商高不高 没有什么用 对吧 你是不是一个挺会说话的人 何老板去搞搞关系 所有的这一切都完全没有意义 对吧 它非常的单纯 就是看你能不能赚钱 而且呢 这个美股交易是熬夜的嘛 这通常都是 因为你要配合美国那边 开盘收盘的时间嘛 所以你通常都要是 这个半夜里来工作 所以说呢 这个职业里面也没有妹子嘛 全部都是男生 这样的话就更加的单纯啊 就是操盘 而不是别的 对吧 现成进了公司之后呢 就会先进行一个排训 在排训上面呢 会这个教给你 这个教育的技巧和原理 还有就是 教育用的这些软件的操作方法 通常前面几课呢 都是在前面一个事 就是纪律 这可能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 好的交易员 往往不是靠激情的 因为前些年 有一个电影很火 叫做这个华尔街之狼 那里面的人都特别的疯狂 特别有激情 之前呢 中国还有个表情包的电视剧 叫大时代 其实呢 真正的交易员 并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职业教育员 是非常非常守纪律的一些人 他们最强的特质 其实是很冷静 而且对纪律 是非常坚持的一群人 在纪律里面呢 这个最强调 被强调最多的一条呢 就是止损这一条 虽然这是一个 很基本的原理啊 但其实绝大多数的业余教育者 都做不到这一条 就普通人呢 往往就赚钱的时候 很容易把股票就卖了 那亏钱的时候呢 反而把股票就抱在手里面了 比如说你赚钱 赚个20% 你卖了 感觉美滋滋 但你亏钱呢 就亏了30% 40% 还不卖 对吧 再亏了更多 就更不想卖了 就索性抱在手里面了 所以才有套牢这个词嘛 对吧 但你想想 就你赚钱的时候 如果只赚20% 但你亏钱是没有底线的 对吧 你长期这样搞呢 从道理上讲 就肯定会亏嘛 那惠伯尔顿呢 就是涨20%卖是OK的 这里面这个风格不一样 这有些人是设这个止盈线的 有些人就到涨20% 他就卖 有些人呢 就是比方说 我就是不设止盈线那种人 因为这行业 同时还有句话 叫catalusis let profit run 就是你 就是止损总是要止损的 但是止盈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止 对吧 但是你一个策略呢 就是 就是止损是每一个人 都要坚持的一个纪律嘛 你比如说你亏10% 你要坚决就要止损了 每一单你在做之前 都会内心 就会设向一个止损线 很多情况下呢 你到了那个止损线的时候 你内心会有种感觉 就是股票马上就要反弹了 但是这时候呢 你要坚守自己的纪律嘛 不能期待这些奇迹的发生 或者不能期待 他和你判断不准的情况 就你设定的止损线 你就非常严格的去 执行他才行 当然这也不是说 你能坚守纪律 就能赚钱 没这么简单 对吧 因为赚钱是另外一个技能了 这个纪律只是 最最基本的一个保证吧 在这些基础的培训 都做完之后呢 就可以上模拟盘了 这模拟盘呢 就是他的这个数据 和正盘是一样的 股票的价格 里面的交易的数据 都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不同呢 就是这个交易员手里的钱 用的不是真钱 而是假钱 这样呢 就可以让这些刚入行的交易员 就可以进行操练嘛 就而不用担心他们亏钱 对吧 不用担心他们亏公司的钱 另外呢 就是这个模拟盘 也是可以训练交易员的 这个肌肉记忆的 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 止损这个纪律吧 就玩真钱的感觉 和玩假钱 是往往不一样的 对吧 这种纪律呢 用假钱练 反而更容易练 如果你直接上真盘的话 就因为人性就是这样的吧 你看到亏损 很多人就想放手一搏了 对吧 这时候就不想遵守纪律什么的 所以说你现在假盘上 先这个练自己的习惯 练成一个好的习惯 对吧 就遵守纪律这些习惯 在假盘上呢 反而更加容易去练 因为你用的不是真钱嘛 这个心理负担就不大 所以说呢 这些交易员在 这个入住之后呢 就会在这个模拟盘上面 就得到一些假钱嘛 他们就可以在这个模拟盘上 进行交易了 这时候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交易员 能赚钱的是很少的一部分人 就大量的人 还没碰过真盘呢 在假盘这一步 就已经被淘汰了 如果一个交易员呢 在假盘上面 能稳定盈利的 比如说一个月 能赚个一两千美金了 或者说连续两个月 都能赚这个钱了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上真盘了 这个在业内呢 就要毕业了 就说转正了吧 就你可以拿真钱去 这个交易了 每家公司这个毕业的 这个标准也不太一样 但总之来说 你总要在假盘上 能稳定赚钱才行 才能毕业对吧 这个通常来说呢 要好几个月的时间的 就很多人 就半年毕业的人 也是很多的 甚至于半年 都毕不了业的人 也是非常多的 前面说过 这个真钱和假钱呢 这个玩起来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很多在模拟盘上 能稳定赚钱的交易员 一上到真盘 就开始亏钱 大概一半人 都是这样的 因为人的心理 往往是人非常大的 一个阻碍 就根据我多年的观察 就我觉得一个事情 能干成 它是有两个鸿沟的 这个首先呢 是你从看懂 巨大的一个鸿沟的 在大多数人呢 就是在能看懂 一点门道情况下 就认为自己上 自己也行 但其实呢 自己上会非常的不行 对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鸿沟了 第二个呢 就是从能干 到能够在重压之下 还能动作不变形的 干出来 这也是一个 非常巨大的鸿沟 就你自己对着镜子 做演讲的时候 你可以谈笑风生 对吧 但你面对一千个人 讲试试看 很多人都是不行的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总结吧 就我觉得 你想把一件事干好 要跨过这两个 巨大的鸿沟才行 所以说 这个从模拟盘 到真盘这一部分呢 就现在又到了 第二个鸿沟了嘛 你的敌人 就是你的心魔 其实 很多人呢 玩假钱 他就是对压力感知不强 对吧 这个技术就能发挥嘛 就他自己也不恐慌 也不慌 也不害怕 对吧 但是这个一旦上了真钱呢 他面临一些情况的时候 内心就会变得 非常的紧张也好 恐惧也好 就会畏手畏脚嘛 所以说 这确实是一个 对这个心理素质 要求非常高的职业 对吧 并不是说每一个 在这个模拟盘上赚钱的人 你给他 让他到真盘上面 都能赚钱 对吧 并不是这样的 那上了真盘呢 一般刚入行的人呢 就会先给他10万美金 这个呢 我们叫做Bying Power 这就是说 这个Bying Power 就是我们可以动用的 进行交易的资本总额 这个呢 也不是我们的钱 就相当于是 我们帮别人理财嘛 对吧 那这个钱呢 当然也是提不出来的 只能做交易用 赚了的呢 这个交易员 就会在里面拿提成了 我们那个年代 当时入门级的交易员 能拿到30%的提成 当然这个各公司也不一样 有一些公司黑一点啊 给20%也有 据说最黑的 有给15%的 还有更黑的公司呢 是打着培训 美股交易员的旗号的 就你去住职 还有先交培训费的什么的 这里面很黑的就很多了 那厉害的交易员呢 因为他这个 就是 他的这个 溢价权就更高了嘛 他们这厉害的交易员 往往就能拿到40%以上 40% 45% 50%对吧 那我们这些做老板的呢 就拿到70% 80%以上了 这些 交易员的账号呢 也都有一个 就是止损的点 就比如说 他会来规定一个交易员 每天最多 就只能亏100美金 一旦触碰到100美金这个线呢 这个账号就被杀当了 就被这个暂停交易了 新入行的交易员 甚至这个金额 会是20美金 30美金这样子 非常低 就你一旦一不小心 亏到这个数 你账号就被强制暂停了 你这个交易员呢 当天就不能再交易了 因为交易过度啊 就过度交易 对于这个 初级的交易员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大的忌讳 就当你太心急 想把钱赚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操作的很频繁 这时候反而更加容易出事 所以说对于新手交易员呢 往往就赔一点钱 他的账户就被强行停止了 就不让他再干了 就如果一个交易员 他账户被强行停止 那还没到下班点 怎么办呢 还没到收盘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看同事操盘了 对吧 但如果特别是 这个同事在赚钱的情况下 你看着别人操 自己不能上 这种感觉其实也挺难受的 只有这么一个人 而且呢很多人 还要坚持半年以上 那半年还是没有底薪的 这个才能开始赚钱 就卡在模拟盘 那一步的人是很多的 就很多人做了好几个月 最后连真钱都没上过那种 这种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如果你到了真盘 还能做的比较好 那你这个账户的权限 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就你这个账户里能动用的钱 相当于这个buying power 就会越来越高 而且呢你触发这个账户 停止的这个金额 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当然有些交易员 他明明可以提高自己的权限 但他不提 他认为他用不了这么多钱 或者说他也不想一下赔太多 他就不想提自己的这些 不想提升自己的这些金额 就好比有些人 他这个信用卡 他明明可以提高额度 但他不提 这道理是一样的 我当时的账户呢 我的buying power是130万美金 就我每天晚上就拿着 这130万美金嘛 就进进出出就进行交易了 然后我是觉得钱再多呢 也确实用也用不到了 因为超短线年交易的 你的交易策略 包括这个市场中 它是承载不了过大的 这个资金量的超短线 没有说拿几个亿砸上去的这种 就几个亿这种 就长线还行 但是短线呢 它吃不了这么多钱的 然后就遇到行情好的时候呢 就我们也可以短期提高限额 就好比这个信用卡 如果你最近花费比较多 你可以提高它的临时额度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我的沙拉档 是大概11000美金 如果我的账户这一天 亏损超过1000美金 我的账户也会被关停 但是如果权限比较高呢 你还可以再开开它 是这样子的 那交易员怎么赚钱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叫level2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是一般散户看不到的 就是每一笔重交的交易 每个价位上各个通道挂单的数量 我们都能在这个level2的界面上能看到 如果说你看到很多人都在买入嘛 同时这个买方的挂单越来越多 卖方这个单的快没了 那这个价格很可能就往上破了 那时候这个股价很可能就往上分一分 就往上升一分钱 如果在这个时候呢 你能把货进来 把这股票进来 然后等涨一分钱之后 把它卖出去 你就赚了 对吧 那这种呢 这个你可能觉得就赚一分钱嘛 对吧 但是超短线 其实往往就是赚一分钱 或者是赚几分钱 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道理是这样 因为比如说我买20手股票吧 一手是100股 对吧 相当于这个每一股涨一分钱的话 我一手股票就是涨几美金嘛 如果我进了20手的货 然后涨了一分钱 我这一单就能赚20美金了 一般一个交易员呢 一晚上是可以做几十单 甚至更多的 单这里面呢 也不准每单都能赚 这里面是有赚有亏的 也不能保证每单都赚 这散户呢 一般是不需要 看level2这种界面的 因为这个界面非常细 这些人就是 只有当你在很介意 这个一两分钱的时候 他就看这个界面来进行操作 当然这个操作 说起来呢挺简单 但其实也是挺难的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的话 比如说当前的买入价 如果是一块二 你卖出价 如果是一块二毛一 如果这个价格很明显 就要往上走了 这时候你在这个一块二上 在摆单的话 是进不来货的 因为明显价格往上走 对吧 如果你去打那个 一块两毛一的单子去进货了 那你进货就会贵一分钱 那这只股票 他会涨一分钱 但能不能涨第二分呢 他就不一定了 对吧 另外这个美股交易呢 他也是分不同的通道的 因为各个通道 手续费不一样 同样是摆单的话呢 就有些通道是 成交之后赚手续费 有些通道是成交之后 你要交手续费了 那你交手续费的通道呢 肯定会优先成交嘛 因为你交手续费 对方就会优先买你的 这个买你手上的票嘛 对吧 所以这里面呢 又根据各个通道的不同 又演化出来很多的错误 所以说只有在你选择 对了通道 在你这个 在你这个摆单摆的比 别人更早的情况下 你才能进来货嘛 如果价格明显就要上去了 你进货肯定是进不来的 你打单有可能会亏 对吧 所以这里面其实还是 我前面说的这种刷单的方式 其实是美股交易员 日交易员这个最最入门 最最初级的用交易方式 这里面这个交易方式 还蛮多的 另外就是当这个股票 在价格不动的情况下 各个通道 它手机费是不一样的 对吧 有一些新手上 就会找一些 这个单子很厚 走势特别平稳的股票 这些股票可能 这一天就动个一两分钱 甚至都不怎么动 就他在这股票呢 一边来挂买单 一边来挂卖单 然后他两边都可以吃这个手机费嘛 这样就一旦是成交的话呢 他价格虽然没有变 但他也能刷到这个手机费嘛 这个手机费的利润 通常就在两到四厘嘛 所以说这里面做法是很多 前面说的刷手机费的 以及这种做一分钱的 这种看level 2做的 这些都是最最初级的方法 这里面还有做波段的 还有找个小股票能做桩的 还有找这个电子单的漏洞 赚这个电子单的钱的 因为这个美股里面 它不光是有人在交易 还有很多是这个电脑机器 在进行交易了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测试出来 普通的交易员呢 他每个交易员都会有一两种 自己最擅长的做法 也会有自己最擅长的 这个几只股票 一般一个交易员 就是对三四只股票会做的特别熟 因为每一只股票的盘感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嘛 我当时算是玩得很杂的 因为我研究出来的方法很多 我做的股票也很多 我当时还有张照片 我当时用了三个显示器 可以同时操作十号几只股票 当时还没有限在那些窄边框 起边形的 我当时用三个显示器 在做炒股这个事 我的水平在职业的 这些水平里面 就是谦虚一点说 肯定是前3%或者5%的 这样的水平吧 比较厉害的还是 这个我是入行第二个月 就开始稳定赚钱的 这个牛逼子就不多吹了 因为没什么意义 因为这个事 其实在我们那行人看起来 就不是 就这个活 这个日交员这个活 本身就是一个金融民工 他不是很高大上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也没法靠 当一个日交员员 就能成为一个金融圈大佬 这样子 其实金融圈很多数 就金融圈里面 多数人都是金融民工了 他不是想象的那种 什么资本啊 这个高大上啊 神秘也不是这样的 多数人都是在民工这一层上面 当然真正的大佬是很厉害 我当时挺喜欢做这个银行股的 我当时做的最多的银行呢 是美国银行 就是BFA嘛 他股票代码是BEC 后来呢 我去这个美国银行开账户 就我到美国去开账户 我还专门跑到这个银行 去开的账户 因为我觉得这个银行 和我挺有感情的 这个我是在他身上 炒他的股票赚过钱的嘛 还到专门跑到这家银行 去开货 后来 这个了解这事 就很多瞬间 立立在目嘛 我当时还曾经就是 有一千多手花旗银行 就十好几万股吧 就一把打了出去 几秒钟就被这个市场吃光 就是超爽的还是 我跟做股票呢 是有这么几个优势的 第一个呢 就是我心态比较好 我一直是一个心态型选手 当时我的几个同事呢 他们都是用很便宜的 这个键盘鼠标什么的 因为有的时候 人就心态爆炸 总要找找找东西发泄嘛 因为做盘亏钱 是一个特别正常的 特别经常的一个事 而且往往有时候 你觉得亏钱 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亏了钱 那甚至是因为 你网卡了一下 对吧 你一下子就亏了 好几百美金 这种这个心头 无名热火就起来了 对吧 如果你手机在边上放着 拿手机来 啪摔碎了 那有的时候呢 所以说我们后来 这个操盘的 这个手机都尽量 放在比较远的地方 放在不是触手可及的地方 那手机不能弄了 怎么办 就是这个鼠标不是在鼠标 拿手标来 啪就摔碎了 所以说 我就听同事的建议嘛 因为他们都是摔过 鼠标键盘的人 我就买了比较便宜的 键盘鼠标 但是我虽然也亏过钱 但是我从来没摔过鼠标 砸过键盘 我还从来都没有过 第二个呢 就是我这个手是比较快的 我反应还比较快 就是我的手速 在这个职业的游戏高手里面 肯定算慢的 这个因为我不是 童子工练游戏嘛 如果童子工练游戏的话 这个多年单身 手速就比较快 那我呢 但毕竟也是这个 准职业级别的 这个经济选手嘛 这个手速 虽然不比职业选手 职业游戏选手 但在炒股的这些人里面 肯定还是算快的 这个所以说就有机会呢 我往是能最先上的一个人 就反应也比较宽 然后呢 我的这个操作 也可以同时操作 很多只股票了 第三呢 就是我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编程方面的基础 你如果仔细看 我刚才那个照片上 那个键盘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那个键盘上 很多键位都贴了一个及时贴 因为每一个键位 都是我自己定义的 就特定的股票 特定的仓位 我可以实现买入买出 这一键操作的 就所以说 当一个机会来了 就通宽还在点开窗口 输入数字 按确认键的时候 我一键就给它买光了 对吧 但他们如果再操作 那不好意思 你们排队都排在我后面 对吧 因为美股是按这个 排队的顺序来交易的嘛 就同样的价格 如果你摆在别人的前面的话 就你的操作在别人前面的话 那你总是会被优先重交的嘛 因为这个市场上 交易员这么多 对吧 所以说这个速度 还是挺关键的一个事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的 就比如说 我当时还做了一个 语音计时的一个小程序 因为收盘阶段是很紧张的 因为收盘交易量特别大 很紧张 我不有三个屏幕嘛 我的这个电子时钟 是摆在其中一个屏幕上面的 但当时太紧张了 你用盘光 你用余光来瞄一下那个钟表 都会感觉会分散自己的这个注意力 所以说我当时呢 就做了一个那个电脑 能用语音念倒计时的 这样的一个程序 电脑就会念 60秒50秒 40秒 最后就会念 1987这样的一个倒计时 我能听到这个时间呢 我在操作上就会更加有信心嘛 我就不用去定了这个表看了 因为我会在 倒数计10秒的时候 我就开始全面出货了 然后如果出货比较顺利呢 我也会抓紧最后这几秒钟的时间 再看看能不能多做几单 然后我会在倒数第三秒的时候 全部平仓 如果因为你到了第三秒 还不平仓的话 万一因为你的网速原因 或者是别的原因 你这这个没能实现平仓 你就要到盘后再进行交易了 到盘后做交易呢 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所以说 对 就是我会用一种各种各样的技能吧 然后来做了很多细节上的这样的工作了 还是 再往后呢 我就发展上了一个主要做收盘阶段的 这样的一个选手吧 因为收盘阶段 需要量是非常大的 它可以是平时十倍二十倍的 这样的交易量 而且这个股价的波动也比平时会更快一点 它能承担的这个资金量也更大 你可以以更多的手术去上了 这样的话其实效率是很高的 因为如果你一个晚上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就很累嘛 一个晚上你不停的进击出出这些票 就很累 还不如把握好最后 集中精力 做好最后这半小时 收盘的时间 所以说我后来呢 就是每天就工作半个小时 就是我会每天提前睡觉 先睡一觉 然后起来洗洗脸 然后活动一下 热热热身 最后呢 拼搏最后收盘的这半个小时 虽然说每天就工作半个小时 但这半个小时的紧张程度 是普通人很难想象的 我家是在 我当时在山东济南嘛 就是北方冬天是这个暖 其实很热的 其实一般在家里呢 穿单衣就够了 如果你穿一些毛衣就要出汗的那种 但我在做收盘的时候呢 是我是先穿上毛衣 再穿上羽绒服 而且手还在那抖 而且呢 真的是感觉冷 它不是说 因为你平时穿那么衣服 早就出很多汗了嘛 在做盘的时候 手都会冰凉的那种 而且呢 这个我每天在做收盘之前 都是先滴上一些这个眼药水 因为太紧张嘛 你一不小心就会连眼都忘了眨 然后到收盘之后呢 你一下就感觉很虚脱 而且感觉这个眼特别干 那后来为什么不做这个日照员员呢 就是一方面呢 是早就不太想干了 这个新鲜劲也过了 这个而且呢 觉得这个职业呢 也并不是 并不是很好的一个职业 因为这个对 无论是对身体也不是很好 因为前面讲了 就很紧张嘛 始终在一个很高的加力下 也要去熬夜什么的 然后另外就对这个 长期的职业生涯规划也不太好 这个到后面呢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事 另外这个 我退出的这个事呢 还有一个导火索啊 这个也挺有意思 就有一次呢 我们发现了一个漏洞 其实呢 是我这个合伙的朋友 他发现了一个漏洞嘛 这个就不方便 说了特别的详细啊 其实就有一些通道的规则 和当时的这个电子单 都是有漏洞的 就看到这种机会呢 当然就要上嘛 就我本来那一天 是早早就睡着觉 等着起来做收盘的 我朋友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就把我叫起来了 说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就开始猛上 那天晚上 真的是特别的疯狂 就是我一个人交易了 就不说金额了啊 就是你还记得 我刚才说了一个 我有一个一键下单的程序嘛 就那天晚上 我为了这一晚上的交易 专门修改了程序 把所有的 建卫后面这个购买的 这个成交金额 购买金额后面 都加了一个零啊 就就每一单 都是以前的十倍嘛 而且是非常非常频繁的 在交易 一晚上刷下来呢 还是赚了不少钱的 然后第二天呢 就我也不早早睡觉 等着做收盘了 第二天我们就提前 就坐在电脑前面 就等着开盘继续刷 但第二天我发现 这个漏洞就已经被修复了 这个方法第二天就不能用了 因为前天晚上呢 其实赚了挺多的 这个操盘这个事情 很多人是不想过度交易的嘛 我当时就觉得够了 这个月可以只赢了 这个月的钱赚的 就这个月不用干了 我要再放松放松 要出去玩的 我当时就和女朋友出去旅行嘛 就看见啥买啥 就感觉挺不前 然后呢 结果没回来呢 旅行没回来呢 我就接到朋友的电话 说这个SEC 就是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嘛 就发现我们这边的交易 有异常交易 就给了我们警告 而且呢 把我们不但把我们当天赚的钱 都冻结了 把我们整个账户的钱 冻结了都啊 这个没额外发款 就算不错了 一方面呢 这个钱出去旅行 挥霍把钱都花了 另外一方面钱又都被扣了 就非常的无奈 这就是一个退出的 一个盗火索吧 事后回想呢 就是在那个疯狂交易的当天 就我们发现漏洞 那个当天 如果是 其实当时是最开始 这个漏洞呢 只有我们几个人在用 但到快收盘的时候呢 就已经发现 就其他很多的交易员 也在用了 因为他们在level2上 能看到我们的交易嘛 因为我们几个人 一直在刷屏嘛 一看就职业交易员的这个手法 而且呢 就是玩的也挺大的 就很引人注意嘛 这个就是脑子大的呢 就想一想就知道 就他就可以多想想 就可以把我们的方法 就能推理出来了 所以说 当天呢 就在快收盘的时候 已经很多人发现了 我们这个手法就在用了 就很多人在用了 所以当天那个超短线的 这种特殊交易的 这个交易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可能惊动了SEC了 后来SEC觉得 你们玩的这么大 然后又发现了 这样的一个漏洞 套了很多钱嘛 就把这些人的账号的钱 都给冻结了嘛 那如果我们反思一下 如果我们当时就我们几个人用 然后我们别玩这么大 就是我们如果默默的用的话 可能就也不会被发现 对吧 就是细水长流一点 就是如果被发现呢 因为你这个金额也不大嘛 也不会就在冻结账户什么的 因为倒就没到 这么严重的长度度嘛 但这个事呢 也是博弈论的一个事 因为那是一个相对 也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机会 因为世界上这么多交易员 你也不能保证别人发现不了 而且我们可能也不是 第一个发现这个东西的人 就如果别人发现了这个东西 他猛刷了一晚上 搞得大家都发现了 那你早发现 可能反而还没赚到钱 对吧 那你不就亏了吗 这其实相当于久 有点这个黑暗森林法则了 对吧 你看到这个机会 就也只有开枪了嘛 没有别的选择其实 因为当时就不想干了嘛 再加上这个导火索 钱都被扣了 后来呢 就逐渐就不玩了 我的账户呢 还保留了一段时间 后来偶尔呢 也半夜起来 过过这个操盘的瘾 再到后来呢 就彻底不玩了 我当时在一个 一个比较专业的 一个论坛吧 写了一个很长的 一个帖子 把我重要的交易方法 附上真实的交易记录 还有截图什么的 都贴出来了 反正谁要用谁用 反正我就 这个特意江湖了啊 这里面呢 也有一个契机了 就有一天 我当时在一个酒店里 在这个浴盆里面泡着 看着外面的那个电视机嘛 那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它是那个电视 是能收到国外的 这个电视台频道的 电视台上呢 正好在演什么呢 在演这个Facebook上市 我当时就有点 莫名其妙的感觉 就觉得这个事 好像和我有些关系 就觉得我可能要改变 自己的人生规划了 就感觉我可能将来 也要做这样的一件事 于是呢 我就举起了我的手机 就一边泡着澡 一边拍了张照片 我当时的手机 应该还是iPhone4s的啊 结果果然后面 就投入到互联网 这个行业里面去了 就先去北京 再去上海 就是我后来的这段经历嘛 这段经历将来 这个有合适的机会吧 这里面有意思的故事 再和大家做分享吧 这美股日交易这个工作 现在应该也还有 但是呢 说实话 我就不建议大家 再去尝试做啊 这里面有大概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 是我建议大家选择这些 更具备长期成长性的工作 就做一个长期主义者嘛 就找那些 你干30年和你干三年 这个会有非常大区别的那些职业 就随着时间 能记得下一些东西 对吧 这个就很重要了 这些超短线交易呢 其实你看不到10年之后 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很多时候下 你都要不停的去找新方法嘛 就是你以前的老方法 会逐渐被淘汰 你要不停找新方法 其实是缺乏实质的 这些积累和进步的 第二呢 就会产生一些 这个钱进出都很快的 这种错觉 有一句电影台词 给我印象很深刻 可能是星爷的一个电影吧 叫一秒钟几十万上下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牛逼 老子一秒钟几十万上下 对吧 但这有一个问题 你最近是上了还是下了 对吧 如果你一秒钟能赚几十万 那当然很牛逼 但短线交易呢 往往真的就是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就很多人每天 经手的金额很大 但最后呢 赚的钱也不多 但因为他经手了 很大的这个金额嘛 他心态就会发生 就有比较大的变化 他就会变得没那么踏实的 如果将来找一个 换一个工作对吧 或者找一个新工作 他就会觉得 我这一个月的工资 可能还不如 我这个几秒钟做一单的 对吧 那这个呢 对心态就不太好 这人就会容易变得很浮躁 就会只会去想赚快钱的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职业 确实就是压力也很大的 因为前面说过 长期熬夜 感觉对身体有害 这个就不再多说了 前面讲的 这个我这些经历 其实里面有很多 自己的反思和这个 心路历程吧 这其实也是可以 和大家分享的 但时间今天已经不多了 就分享一个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也是我整个交易生涯里面 最重要的收获 而且呢 这个方法论算是 让我长久受益 至今仍然受益吧 也送给坚持 看到最后的朋友们 就认为 因为这个人的一生 经常会碰到各种 非常难以抉择的时候 经常会迷失自我 很多情况下 大家不知道 当下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比较好 就是有的时候 你有一段感情 相爱相杀 该不该割舍 一个事件呢 要素太多 怎么去决策 在这时候呢 想象你们灵魂出窍 升到了空中 你要变成一个神 这个进入到一个神的状态 全知全能 在空中呢 逼你众生 这时候你看到了一个年轻人 坐在你那个座位上 对吧 这个年轻人就还是凡间的你自己 你这时候呢 你作为一个旁观的 全知的神 如果你给这个年轻人 想提一个建议的话 你会怎么说 那这个建议很可能就会变得 非常的明确 当然该分手 当然应该辞掉这个工作 就会变得很清楚 那然后呢 你的灵魂再返回到 你的身体里面来 按照刚才的话去做 那这样的做法呢 往往就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所以当你感觉到迷失 就是在迷失的时候 在你不知道怎样 做判断的时候 你就会用这种方法试一试 我觉得呢 往往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个方法论 是一个顶级的交易员提出来的 但很抱歉 这个输出我已经忘了 我已经忘了 是谁提出这个方法来了 因为其实做交易呢 就是和人的本性 斗争的一个过程嘛 很多时候 你明明知道这样做是错的 但是你就是期待奇迹会发生 你就会想这样做 那你如何去克制自己这样做呢 我们也先说 这个职业交易员 最看重的是纪律这一个 有的时候在你实在 不能战胜自己的心目的时候 你在还是想坚持你自己的执念的时候 你就跳出来 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作为一个绝对客观的 一个神的 神格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来看这个人应该怎么做 然后你再反护着自己的 这个做法上来 你再去做 真正应该去做的 正确的事情 这一期呢 本来是 这个想偷懒那种 因为我最近呢 确实比较忙 这个如果是聊像这种 聊我过去的经历呢 就不需要什么准备 就可以讲嘛 所以说今天就把 我以前的这一段经历 讲出来 讲完了我个人感觉 还是挺有意思的 当然我不知道 大家听起来觉得 是不是有意思 就可能是我太沉溺 在自己的这些经历里面 就我觉得自己的 前半生过得挺有意思的 还是因为经历了很多 精彩的事嘛 但我觉得更精彩的事 肯定还在未来 我也在等未来出现一个 更大的 能够施展自己的机会 游戏的灵魂 聊科技展文 我是李自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